1986年,新加坡的一所教堂内,主题讲座正热烈进行。 神职人员激情地讲述着宗教教义,而后排角落里,一位小姑娘望向窗外,神情恍惚,似乎在寻找另一片天地。 突然,他旁边的年轻男子站起来,向主讲人提了个关于宗教文化的问题。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小姑娘回过神来,目光重新集中到教堂内。 男子提问后坐下,敏锐地感觉到有一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。 他回头一看,正对上小姑娘惊讶的眼神,而他随即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。 他也被这笑容感染,露出了会心一笑。 小姑娘名叫梁慧敏,那年15岁,男子是吕伟天,19岁。 从那次相识后,他们常一起参加教会活动,彼此熟悉并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。 五年后,梁慧敏亭云立,气质清丽。 吕伟天望着日渐成熟的他,心生爱慕,决定追求。 对他的体贴与真诚让梁慧敏感动,渐渐也喜欢上了他,两人顺理成章地陷入甜蜜的恋情。 四年后,他们的爱情长跑终于修成正果,1995年步入婚姻殿堂。 两人在新加坡东部的巴西里,购置了一套房产,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。 梁慧敏对未来充满期待,坚信吕伟天事业有成,温柔体贴,两人一定能共同经营幸福的家庭。 然而婚前婚后,吕伟天判若两人,或者说他从未真正展现过真实的自己。 吕伟天经营着一家声称前景光明的网络公司,自称是一名成功的网络设计师,而梁慧敏在银行担任保险经纪人,前途光明。 婚后不久,梁慧敏发现丈夫的公司不过是个空壳,财务亏损严重,早已摇摇欲坠。 无奈之下,他辞去工作,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帮吕伟天挽救公司。 但吕伟天的问题不止于事业。 梁慧敏很快明白,婚姻誓言不过是一场荒谬的笑话。 他花天酒地,风流成性,彻夜不归,赌场和酒吧成了他的乐园,而家逐渐失去温暖。 他甚至公然带情妇回家,梁慧敏只能忍受,咬紧牙关承受这一切。 为什么他没有选择离婚呢? 一方面,他依然抱有幻想,希望刘伟天会浪子回头。 另一方面,他发现自己怀孕了,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让他无法轻易放手。 为了孩子,他隐忍着,把泪水咽进心里,继续苦苦支撑。 女儿的诞生,为这座冰冷的房子注入了一丝生气,仿佛一束阳光洒进寒冬。 吕伟天短暂沉浸在为人妇的喜悦中,装出贤富良富的模样。 梁慧敏那颗破碎的心再度燃起希望,期待这个小生命能唤醒丈夫的责任感。 然而,他终究是自欺欺人。 浪子回头的故事永远只是童话,现实中又有几人能真正改变。 不久后,吕伟天再次堕入荒唐的生活,夜夜升歌,纸醉金迷,挥霍时间在独马场和声色场所。 他对家庭漠不关心,债务缠身,家庭压力全都落在梁慧敏肩上。 他独自操持家务,带着年幼的女儿奔波劳碌,拼命工作,却只换来一地鸡毛。 他曾坚信,自己选的路,即使跪着也要走完。 然而,忍耐中有尽头,倔强也会耗尽。 1999年那个灰暗的冬日,梁慧敏终于彻底绝望,带上女儿,决然离开那个让他心灰意冷的家,走向未知却渴望重生的明天。 梁慧敏离开后,驴尾天荒了。 他精心打造的生活彻底崩塌,家里冷冷清清,女儿的笑声不在,公司失去梁慧敏的支撑后迅速下滑,债务堆积如山,催债的人接踵而至。 但是,他的心开始慌乱,焦躁和恐惧日益滋长,仿佛整个世界都要他了。 吕伟天暗自咬牙盘算着如何让梁慧敏回到自己身边。 他多次登门求和,却总是被拒之门外。 梁慧敏心已死,离婚的决心再也无法动摇。 吕伟天不是轻易放弃的人,他深谙利用他人软肋指导。 知道梁慧敏心软,受不得刺激,他策划了一场苦肉剂。 他吞下安眠药,假装自杀,被紧急送往重度病房。 消息传来,梁慧敏在冷硬的心肠也难以承受,终究动了探望的念头。 病床上,吕伟天看到梁慧敏现身,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 他料定这一招会奏效,于是开始哭诉与悔恨,发誓感谢归正。 他一边道歉一边哀求,每句话都像刀子扎进梁慧敏的心。 他犹豫了,再次幻想丈夫或许真的能改变,母女俩或许能重视幸福。 含泪中,他选择了再一次原谅。 然而,梁慧敏不知道,这一次的妥协注定是他走向灭顶之灾的起点。 重归家庭后,吕伟天的事业持续下滑,濒临破产。 他愈发自暴自弃,行为越来越恶劣,令梁慧敏心如死灰。 2001年初,面对日益家具的困境和丈夫变本加厉的冷漠,他终于彻底醒悟。 恨自己一次次原谅这个不值得信任的男人,梁慧敏痛下决心离婚。 吕伟天表面上答应了,但提出暂时延后离婚,以便分割财产。 梁慧敏没料到,这只是一个危险的缓兵之计。 5月14日,吕伟天打来电话,说他在楼下等他签离婚协议。 他声称不想上楼面对岳母,只希望梁慧敏亲自下来。 梁慧敏感到了解脱近在眼前,他换上衣服,牵着女儿下了楼。 楼下,吕伟天见母女俩走过来,眼中闪过一丝异痒。 他借口忘了带笔,让梁慧敏去取。 梁慧敏叮嘱女儿乖乖待在爸爸身边,便快不回楼上取笔。 女儿扑进父亲怀里,震荡的笑声回荡在微凉的空气中。 忽然,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划破了小区的宁静。 吕伟天听到这熟悉的声音,怀里的女儿吓得大哭。 他抱起女儿,飞奔上楼,发现梁慧敏倒在血泊中,脖子处涌出鲜血, 岳母歇斯底里地尖叫着晕倒在地。 吕伟天抱起妻子冲出门外,一边呼叫救护车,一边抱着她冲向医院。 然而,抢救无效,梁慧敏因失血过多去世。 吕伟天瘫倒在医院走廊,哭得撕心裂肺。 在追悼会上,他痛哭流涕,哀求上天宽恕自己, 声泪俱下的誓言要为梁慧敏报仇。 来吊艳的人无不动容,纷纷感叹他仍然深爱妻子, 就连岳母都被打动,心软了几分。 但真相,往往比看起来更加险恶。 警察盯上了吕伟天,调查他复杂的债务和混乱的情感生活。 他虽有不在场证明,但案情疑点重重。 警方指出,通常在妻子被谋杀后, 丈夫都会表现得极为配合, 焦急地协助调查,渴望尽早将凶手绳之以法。 然而,吕伟天的反应却截然不同。 他的态度冰冷而不友善, 对警方的问题多有抵触, 仿佛每个提问都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。 他的不合作与防备, 仿佛一层厚重的阴霾, 牢牢裹住他深藏的秘密, 令警方不得不将怀疑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他。 但吕伟天的确没有说谎, 他没有亲手拿起那把凶器, 没有在致命的瞬间用刀刺向梁慧敏。 因为他是这场谋杀背后, 操控一切的策划者, 一位冷静而狡猾的幕后主谋。 葬礼结束后, 梁慧敏的骨灰尚未完全冷却, 吕伟天便被警局传唤, 面对一次又一次犀利的质问。 他不慌不忙地讲述自己的不在场证明, 字字句句都经过精心编制。 他咽了咽口水, 眼神中带着一丝脚霞, 似乎找到了能够掩盖所有疑点的说辞。 他提到两名少年, 一个15岁的陌生男孩, 还有一个年仅16岁名叫Gavin的男孩。 警方很快找到了那两名少年。 15岁少年回忆到, 自己10岁时结识了吕伟天。 2001年2月, 他通过这名15岁少年认识了另外5名少年。 他开始频繁在巴西利大牌444的麦当劳与他们见面, 聊天中渐渐提到杀人的话题, 问他们有没有人敢杀人。 敢的话, 他愿意开价10万。 起初, 大多数少年以为吕伟天在开玩笑。 然而, 他却开始展示妻子的照片, 频频打电话询问他们愿不愿意帮他杀起。 那时, 少年们才意识到吕伟天似乎是认真的, 甚至有些疯狂。 吕伟天首先尝试游说16岁的Gavin, 甚至对他进行思想教育, 称杀人其实很简单, 只需走到他身后, 用刀割破他的喉咙。 为了让Gavin理解这个过程, 吕伟天将抱枕包在报纸里, 示范如何用刀割破的动作。 他的话让人感到毛骨悚然, 他把杀人描绘得如此轻松, 甚至自制人形道具来模拟这一过程。 正常人怎么会想到这一幕呢? 然而, 这样的练习让Gavin感到极度不安, 最终他决定打退堂鼓。 与此同时, 他担心15岁少年会成为吕伟天的帮凶, 于是不断给他打电话, 但始终无法接通。 那天晚上, 少年潜伏在黑暗中, 四项毫无防备的梁惠敏, 然后达德士到海滩销毁了凶器, 一切都按吕伟天的剧本进行。 案发前, 吕伟天早已详尽地向15岁少年交代了整个计划, 从准备到执行, 再到清理现场的每一步。 他提醒少年, 必须戴上一个能遮住全脸的头盔, 以防备认出。 从军用商品店买一副手套, 以避免留下指纹。 接着, 他只是少年使用一把小巧且锋利的刀, 确保刀的长度足以刺入心脏。 吕伟天自信地表示, 他已经观察妻子很久, 知道他总是提着一个白色手提包。 届时, 少年需要拿走包里的钱包, 伪装成抢劫案。 如果钱包上沾有血液, 务必要将其带到别处烧掉, 绝不能心疼那二百新元, 因为事后少年将获得远超这笔金额的酬劳。 他还提醒少年要穿长袖衣, 以免被妻子抓伤而留下指纹。 如果事后想抽烟, 千万不要将烟蒂留在现场, 因为上面会留下指纹和唾液。 进一步调查, 揭露了一个害人听闻的真相。 从吕伟天的电脑里, 警方恢复了删掉的聊天记录。 等我老婆的意外保险下来, 立马给你钱。 我现在必须维持好丈夫的人设。 这串文字指向一个不容辩驳的线索。 2002年, 吕伟天被判处死刑。 梁慧敏的悲剧成了无数人警醒的故事, 而他的女儿成为这场人性巨变中最无辜, 最痛苦的受害者。 15岁少年当年因为满18岁, 不能面对死刑, 因此被勒令关押, 等待总统发落。 期间, 少年在狱中完成了A水准考试, 还看完了狱中图书馆所有的书。 17年后, 少年得以回归社会, 但母亲也已经年近六旬, 失去的时光一去不复返。 这期的视频, 新加坡男子顾凶杀七案, 就到这里了, 感谢大家的收看。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,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 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, 让我们一起探索更多故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